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新闻头条 宗主行脚报道 跟随师傅的脚步参观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校舍建设工程 目前相关建设均以稳定的速度进行 由于配合维新圣教学院 将于2018年正式成立 每一个建设环节都在掌握当中 遵循宗主开示 不能延迟进度 一起来关心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16日在维新圣教学院陈立岳院长 李真梅副院长及原权法师陪同下 巡视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 校舍新工工程状况与进度 并听取原权法师报告校舍之格局规划 及未来动线设计等事宜 勤勉工程实实在在施工 并能如其于年底完工 配合明年维新圣教学院的正式成立 维新圣教学院新校舍工程 目前正积极施工中 宗主也十分关心此工程进度 实时巡视丁宁 新校舍主要为缓解目前教室 严重不足之状况 让维新硕士班学员 能有宽敞的学习空间 同时也配合明年维新圣教学院 正式成立所需之校舍建筑 宗主一再叮咛 相关工程规划建设人员 紧抓工程进度 同时也要求工程品质 让校舍工程能够在今年底顺利完工 不可耽误维新圣教学院 正式成立进程 校舍工程 目前学院龙边两栋 已经完成三楼楼层 虎边这栋则已打好地基 即将进行一楼的绑筋模板工程 宗主在听取源泉法师 对于未来校舍的使用规划 及动线设计 并了解施工进度后 嘱咐工程进度 需注意不可延迟 维新记者陈清哲 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维新圣教分四道场 厚礼三宝四 9月19日放生祈福法仪 十分的庄严 文书当中提到 增进何家平安 势农工商 裁员广进 祈求人人身体康壮 病魔离身 寿病天长 福同地久 世事平安如意 举办放生 最重要的是借由法仪 提醒众人 尊重生命 发挥潜藏的慈悲心 理解众生 皆有佛性 以下了解放生渊源 为新圣教三宝寺 十九日上午 于地藏殿前 举行放生祈福法仪 释放诸仲情鸟 离罗网 回归山林大自然 以此功德 祈福诸佛菩萨 护佑众生 加持赐福 放生一词 源于大圣佛经 金光明经 与梵网戒经 均有提到 放生之理论与故事 尤其是金光明经 流水长者子品 所记载 世家世尊 习行菩萨道之记载 当时世尊名教流水长者子 于途中建议迟早 即将干涸 上万水族鱼类 濒临死亡边缘 遂向国王请求 以大象在水 运至池中 救活无数水族生命 此为佛教提倡放生之源起 佛教传至中国后 放生圣行 影响遍及周边各国 唯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一层开示 提醒大家要念佛 要拜佛 要超度 要放生 因为我们人生生世世的业障 杀业有够多 我们吃人八两 要还人家一斤 甚至十倍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要放生的道理 就是这样 因此 唯新圣教厚礼三宝寺 于每月初一十五 遵照王禅老祖开示 举办放生 此次放生法仪 由范拜学院原恒法师主持 于地藏菩萨坐前 禀报放生祈福文书 并为情鸟皈依三宝 念诵开示文 小玉众情鸟后 让其回归山林大自然 唯新记者黄福建 三宝寺报道 在生活当中 随时随地 都可以发挥放生的精神 广义地说 吃素 也是一种口边放生 也是热行一善 利益众生的善举 三宝寺每月举办 放生祈福法仪 欢迎踊跃的参与 唯新圣教是以 一经风水为核心 并融合如世道 百家思想 与一如的宗教文化 所以大家会看到 分四道场 举办公祝 先佛菩萨圣诞法会 以下带您了解 台南道场 九月十九日 举行公祝 地藏王菩萨 圣诞法会的过程 唯新圣教台南道场 十九日上午举行 公祝地藏王菩萨圣诞法会 由住持原性法师 带领同修贤士 封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功德回向各府堂上 列祖列宗 个人冤亲债主 及十方有缘 灵界众生等 皆得离苦得乐 往生祭放极乐世界佛净土 相传地藏菩萨于农历 七月三十日成道 地藏菩萨于过去九远节中 发恒河沙愿 皇度众生 在千百亿世界 千百亿化身 于撒婆世界显出家相 在这慧恶世界 众生一天到晚 被争名 极夺利 为生活忙 为私利忙 在整个社会 充满了罪恶黑暗的世界中 给予一个光明和希望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 亦记载 地藏菩萨 在道理天大会的众生面前 受世尊的附阻 在世尊入面后 至弥勒菩萨出现为止的 撒婆无佛世界 担任导师 救度人天众生 因此广受世人 恭敬供养 台南道场助持 圆境法师 及泛辈同修 千尘供养 香花果篆 蛋糕 寿桃寿面等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 功德经等诸经典 花宴供养 恭祝地藏菩萨圣诞 也祈求地藏菩萨慈悲 不为本愿 度托各府堂上 列祖列宗 及有缘 冤亲诸灵 离苦得乐 往生佛净土 维辛记者 薛惠芳 台南道场报道 维辛圣教分寺道场 在农历初一 十五 举行朔望法会 祈安消灾直福 请进入来自 厚礼三宝寺的报道 维辛圣教三宝寺 二十日起见 朔望消灾祈福法会 恭送慈悲 三昧水灿 及二十四解恶 诸经典 功德回向 祈佛加持 四福安登 善信大德 平安顺遂 侠内名养两届 诸仲生 谢安宁 法会由 范辈学院 元恒法师主坛 带领诵经师 与和会大众 一起恭送诸经 前程 忏悔祈福 适逢 益京大学 卢州道场 元祭法师 益京风水学 初级班 新班即将 开课招生 元祭法师 带领新班 义工同修 一行人 备其香花果转 经营财博贡品 来到三宝寺 祈福法会 参拜祈福 义工同修 于大殿谈成 天子帝王殿 与中华 先祖堂 布设贡品 供养 由元祭法师 于法会 谈前禀报 维新圣教 益京大学 终身学习 开课招生文书 祈求诸佛菩萨 圣神加持 开班顺利 千以有缘众生 前来就读学习 书圣 益京风水新法 随后 元祭法师 也带领同修 前往天子帝王殿 及中华先祖堂 向中华历代 天子帝王 及万幸列祖先灵 禀报开课讯息 祈求天子帝王 及万幸列祖先灵 护佑 牵引全台各地 有缘大众 接来报名 学习一经风水 维新记者 黄福健 何敏 三宝寺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感念师恩 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每个不同的宗教来到世间 有不同的天命 皆以各自的专长、方式 广度有缘、利益社会 所以 维新圣教各分四道场 助持、法师 均以一经风水 在各项生活层面 为社会大众服务 也举办法会活动 以宗教法仪 帮助大家 安定祖先祖灵 殷灵 个人身上依附灵 以及化解我们在过去世 和有缘的人事物之间 因无知或误会 所造成的渊怨 9月21日 湖内道场 举办周年 祈安消灾法会 以诵经法仪 丰富的栽传 供养十方法界 祈安直福 维新圣教湖内道场 9月21日到9月24日 起见周年 祈安消灾法会 离请善觉寺 哲会法师 与高僧借德主谈 湖内道场助持 原理法师主祭 带领和会大众 恭送诸金 功德回向 祈求世界和平 消灾解恶 天灾勇席 辖内众生 皆安宁 法会于21日下午 开始演进 引魂 在20日的上午 湖内道场各班同修 就发心来到道场 进行谈诚布设 捕捉打包作业等 前置工作 同修供养的法船等供品 也都排放妥当 十分庄严 而折纸法船供养 是湖内道场法会的特色 同修们发心制作 祈愿法船 在这列祖先灵 冤亲有缘 三界万灵 皆能回归南天净土 进而转生 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 法会在主坛法师点榜 引魂之后正式展开 湖内道场 饭被同修引领 恭送鬼谷先师 天德经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及阿弥陀经等诛经 齐请王禅老祖师尊 加持护佑 湖内道场 辖内平安 阿弥陀佛慈悲牵引 旧度有缘珠灵 往生净土 湖内道场法会 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邻礼相亲 一同来参加法会 超度堂上祖先 及有缘冤亲债主等 同期天灾永席 世界永和平 法会交于明日下午 宴口普师 普供养有缘珠灵后 圆满结束 维新记者林清兰 湖内道场报道 本周分寺道场 社会服务方面 带您了解高雄道场 台北树林大安寺 土城安心道场的 助念服务过程 维新圣教高雄道场 范北班同修 13日由班长 欧明辉贤士代理 前往高贤士府上 为其祖母往生助念 高贤士是维新圣教 暑期大专班 第15期的学员 高雄道场于 受到申请后 由于场地狭小 因此由班长 欧贤士安排 学员四名 一同前往助念 首先请家属 先上香 向王者禀告 跟随大家一起 恭送佛经 与恭念佛号 一心一念 愿生阿弥陀佛国土 随后开始恭送 佛说阿弥陀经一部 恭读往生净土 助念祭文 请王者万元放下 随着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净土 台北大安寺 范贝同修 则于16日上午 前往龙岩台北会馆 为维新圣教功德 基金会会员 吴正雄大德 往生助念 吴正雄大德 在世时 慈悲为怀 多做公益 长期护持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为一经风水庙 法治广传 其孝灾化节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之法轮 贡献自己一份心力 于日前 人间功德圆满 回归净土 台北大安寺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感念其护持 不遗余力 由梵贝同修 为其助念 助其往生佛净土 常伴我佛 土城安心道场 十七日 由叶贤士 率领助念团 为学员 土贤士公公 壮老先生 往生助念 土贤士 学修 一经风水新法 领受宗主教会 谨遵王禅老祖 师尊 及宗主开示 于公公往生后 急至土城安心道场 申请助念团 助念服务 在土城安心道场 助念团 同修 及亲属遗卷的 念佛生中 祈愿往生者 蒙佛慈悲皆淫 往生净土 花开见佛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本周教育讯息方面 9月18日 日本新系产业大学 师生一行人 参访维新圣教学院 这是继8月24日 双方签署交流协议 缔结姐妹校之后 首次具体的交流活动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日本新系产业大学 18日 由詹秀娟教授带领 包含经济学部教授 在职专班学生 及一班生 共13人 历临维新圣教学院参访 这也是双方 缔结姐妹校后的 首次交流 维新圣教学院 于今年8月24日 与日本新系产业大学 方完成交流协议签署仪式 日本新系产业大学 随即决定 在9月份的海外参访行程 安排参访维新圣教学院 维新圣教学院 陈立岳院长 首先对参访团表达欢迎之意 并向大家介绍 维新圣教 是融合如世道 百家思想为一如的宗教 以养贤蓄财 正名欲得 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为宗旨 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道统 及易经风水学 同时 维新圣教宗主 胡怨禅师 以推动世界和平为本愿 更于2012年10月 荣获诺贝尔世界和平奖 提名入围 维新圣教学院 于2013年 经中华民国教育部 依法许可筹设 在社校法人 财团法人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护持下 近年承办多项社会教育 及国际教育等各类课程 希望能养贤蓄财 广纳贤财 本次参访交流 内容包含 八卦圣城 大地风水 及多项社会教育 与国际教育等课程 包含如何运用 易经了解自我 并与他人和谐对待 创造光明幸福的人生 及如何将易经风水 运用在建筑设计上 新系产业大学师生 也提出多项问题 包括日本居住环境 对大门方向设计 与玄关之设计信仰等 此外 新系产业大学的师生们 对于八卦圣城的未来建设蓝图 十分感到兴趣 席间也播放世界和平推手DVD 希望透过影片 让参访团员更能了解维新圣教 透过此次的交流 日本新系产业大学的师生们 对维新圣教学院已有初步的了解 期望未来维新圣教学院之国际教育课程 中华文化易经哲学养贤班 能提供新系产业大学的学员 更多研习的视角 创造幸福光明的人生 维新记者陈玉婷 刘慧玲 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硕士班 9月16日开始 106学年度的各项课程 维新硕士班是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实践终身学习的精神与目标 针对维新圣教宗门显示同修 设置办理 勉励大家学无止境 勤于修身 精进学艺 请进入维新硕士班 开学典礼这则报道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硕士班课程 106学年于16日正式开学 开学首日 即由维新圣教学院陈立岳院长 与各班授课法师 带领全体闲士同修 进行公益教育实施进山活动 学习服务的精神 17日中午进行新生讲习 各课程皆由授课法师 开始正式上课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由宗主混元禅师 接触终身学习的理念 推广易经风水教育与社会 于全台各地开设易经风水学 初级班与正级班课程 让社会大众皆能普遍 接受易经风水学的正法 同时维新硕士班课程 更进一步将易经风水课程 分门别类 由专政法师负责教授 有系统的教育与学习 将易经风水的教育朝学术化迈进 使易经风水法门更具有学术理论基础 维新硕士班课程也必须学习 专题报告与论文写作 培养更多的人才来研究易经风水心法 将宗教与学术结合 藉由学术研究建立易经风水法门的学术基础 使易经风水摆脱一般人民性的印象 维新硕士班创设至今已招收18期学员 开设各项易经风水相关课程 如建筑风水仕图 工厂风水 易经风水总论等等 目前已有近千名学员在休息课程 维新记者游慧玲 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诚上则讯息 在开学的第一周 维新硕士班的学员同修 进行公益教育 进山服务学习 一起来了解 维新圣教以广传易经风水法则 提倡生活于风水之中 要融入自然 要如何融入自然 知行合一的实践 就是必要的功夫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维新硕士班 16日开学上课 适逢维新圣教 开天35周年 谢天恩 万灵归星大法会 法会圆满 维新圣教学院 陈立岳院长 带领全体授课法师 学员 闲事同修 及学院神职人员 与维新圣教八卦圣城 易经大学园区 进行进山活动 响应维新圣教宗主 混元禅师开示 我们要把整理环境 看成是自己人生的课程 而我们付出的时间与精力 必然可以获得 几千倍 几万倍的报赏 维新圣教 谢天恩法会 14日圆满 并施放20分钟的烟火 为民祈福 天人同欢 补天同庆 法会所留下的烟火残壳 以及闲事同修 善性大德 供养之普周共品 都需整理 学院成院长 及各班授课法师 带领硕士班 全体闲事同修 利用上午的时间 一同进行 公益教育进山课程 借由全体闲事同修的力量 一起将八卦圣城 整理干净 回复原貌 此次进山范围上 包含维新圣教八卦圣城 维新圣教学院明堂 及停车场等 全区范围高达33公顷 分别由 圆辉法师 圆拳法师 圆蒙法师 圆生法师 圆棚法师 及圆贤法师 带领六组闲事同修 捡食垃圾 打扫地面 接龙传收贡品 及分类整理 各司其职不分彼此 陈院长与礼副院长 及各授课法师 也亲力亲为 在艳阳下 与贤士同修 齐心进行环境维护工作 这是维新圣教学院 首次全体贤士同修 进行进山课程 陈院长表示 园区是大家的 大家能共同来维护 爱惜中组混元禅师 给我们的这块净土 共同发心 爱护园区内的一草一木 珍惜这片维新净土 维新记者陈玉婷 游慧玲 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接续关心 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易经风水初级43班 9月19日 由圆韵法师带领学员 前往禅吉山仙佛寺 总本山户外教学的报道 台中道场初级43班 学员同修 19日 在授课法师 圆韵法师带领下 前往禅吉山仙佛寺 户外教学 圆韵法师为同修们讲解 仙佛寺的各景点 风水造作 及诸多盘古遗迹 也带领同修们参观 千佛禅堂 万幸祖陵连位 并到天坛 消灾化节 祁安法会坛城 焚香礼拜 学员获益良多 台中道场初级43班 首次户外教学 就安排仙佛寺 让学员同修认识 总本山的地理风水 及法脉元气 同修们来到寺前停车广场 圆韵法师即开始 为学员们讲解 抱华天梯的奥妙 广场旁耸立的南天门花灯 天梯上的迎宾福归 寺前水池 及池旁的菩萨雕像等等 同修们未入寺门 即已先感受到处处残疾 进到寺中 维新圣殿 礼佛参拜老祖 圆韵法师带领同修 一同虔诚礼拜供养 同时也为同修们介绍 主殿的座山座像 其风水形式 沙水状态 让同修们了解 仙佛寺的天然地理形态 随后前往天坛 校在化节 祈安法会坛城 肃敬礼拜供养 顺着四五步前的山道 沿路介绍世界和平中 奇隆观音 龙藏 五百罗汉等风水景点 圆韵法师皆一一为同修们详细讲解 同修们也在如来源五百罗汉前 找寻自己的命挂位置 静坐充电 记录一路走来 接收到的诸多知识 再接着葫芦池 长生桥 弥陀讲堂 祖师亭等等各项景点 听闻圆韵法师侃侃到来 让同修对于总本山贤佛寺 都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维新记者张群芳 总本山坚佛寺报道 由维新圣教宗物研发中心主办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协办 极乐书压之道健康讲座 在9月15日晚上7点钟 于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养贤堂举行 包括宗门闲事同修 以及十方善性大德 各行各业朋友参与 站在预防医学的角度 了解如何照护自己的身体 使人体的风水内外调和 尤其是在脊椎的部位 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龙骨 以下进入讲座的精彩过程 维新圣教宗物中心针对职场健康 及提升工作效率 15日于台中道场养贤堂举办健康讲座 邀请人体力学专家 身体智慧有限公司执行长 郑云龙讲师 以健康职场乐活服务 极乐书压之道为题 讲授腰酸被痛之成因 及不良姿势造成脊椎的影响 甚至脊椎侧弯之病变 同时也教授如何评估脊椎失衡程度 并且传授脊椎运动 健康管理自我照办 现代人整天坐在办公室中 使用电脑与手机等物品 久坐疲劳加上姿势不良 造成的压力累积 因此如何在使用电脑及生活中 调整姿势 达到正确的姿势与自我放松的能力 避免压力累积 有效增进工作效率 郑讲师以幽默风趣的讲解 及现场带动实际演练体会 让来听讲的所有同修大德们 都能感受学习维护脊椎健康的生活法则 及做好脊椎保健对身体健康的重要 郑老师同时也提醒大家 错误的不良姿势是生活中 影响健康的重大杀手 同时也是造成压力累积的主因 因此生活中 行 地 坐 我的正确姿势 对于健康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尤其对办公室族群而言更是如此 郑老师也现场示范各式脊椎健康运动 希望帮助同修大德们 都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维新电视台中报导 新闻尾声提醒您 维新电视与中华电信MOD合作 配合同类别频道位置 区块化调整 自2017年11月1日开始 请改在中华电信MOD第700台 关注维新电视各节目 维新新闻欢迎大家在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1点准时收看 一起关心台湾维新圣教的最新发展 祝福您福会增长 平安健康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念师恩 维新圣教学院硕士班 十五期全体闲室同修 敬祝原生法师师娘 健康平安 教师节快乐 音乐 卫星电视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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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